已经宣布了 那大家还一定要去 属于这种明知故犯 我们要实施三个方式 适用我们的防疫补偿 那我们会加增必要的费用 从上面所产生的一些 相关的这些费用 我们要直接跟他来收取 那而且 我们要公布其姓名 在国家已经警告大家 大家不要去 那大家要明知故犯 出了事要自己负全责 陈时中强调 这段时间 如果民众因为不必要的旅游出国 都会列入明知故犯的条文里 另外如果填写检疫通知书 不实违反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民众 都不可以领取防疫补偿 并且会加增必要费用 这段时间就会变得更好